那些见不得你好的人,不是外人,恰恰是这三种熟人。 心理学上有个效应,螃蟹效应,描述的是,用长口藤栏来装螃蟹,一只螃蟹很容易爬出来,多装几只后,就没有一直能爬出来了,因为每只都想听命爬出来,于是相互扯后腿,结果谁也爬不高,中无一只螃蟹能够成功突围,这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病态心理,自己过得不好。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,生活中的这些人往往不是外人,而是身边的三种熟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虚荣心强的朋友,电影《三傻大闹宝来物》中有一句台词很有意思,你的朋友不及格,你感觉很糟,你的朋友考第一,你感觉更糟。 生活中不乏有这样的朋友存在,你过得不好时,他可以抱以同情的心理安慰你,你过得好时,他却不会发自内心的祝福你。 大多数情况下,朋友会觉得大家处在同一个起点,发展差不多也应该在同一条水平线上。 倘若有人过得比他好,能力比他强,会让他觉得自尊心受挫,心理产生不平衡,不免心生嫉妒。 甚至冷嘲热讽,背后议论诋毁你,这样的朋友,在你陷入困境时,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你,只会在自己春风得意时,向你炫耀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 到不同,不相为谋,遇到这样的朋友,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持表面上的友谊,及时发现,趁早远离虚伪势力的亲戚,逢年过节的时候,总能遇到一些热情的亲戚,喜欢拉着你唠唠嗑,聊聊天。 作者我的最爱杨玉,就曾分享过自己的真实经历,有一年春节,家里来了很多亲戚,一起聊天时,问起了我的工作和收入。 我说大城市开销大,刚开始工作,也没多少工资,每个月基本都是月光。 听到这些,有几个亲戚就说,那还不如在老家找个工作,最后还加了一句,想不到大学生还不如我们这些卖苦力的。 等到工作几年以后,我的收入慢慢好起来了,亲戚们又说,离家那么远,赚那么多钱,有什么用。 后来,我越来越害怕回家过年,害怕见到这些亲戚,害怕他们的冷嘲热讽。 他们作为你的亲人,却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,不管他们心里如何看你。 当他们遇到困难需要借钱时,会摆出家里,就你最有出息。 我与你最亲的嘴脸,虚伪夸赞,刻意讨好以达到目的,一旦你拒绝后,又会立马换一副嘴脸,说你无情,有钱看不起穷亲戚,不敢高攀之类的话,并在其他亲戚面前,宣扬你的冷漠无情,说你坏话,重伤诋毁你,试图让大家都远离你们一家。 亲戚存在血缘或七绕八怪的关系,或许不能直接断交或绝交,那日常就尽量减少往来,保持距离。 日常相处的街坊邻居,街坊邻居基本都是相处了十年的关系。 按理说,应该都比较亲近,比较有情分,然则事实并不是,网上有句话说得好。 一个每天在街头乞讨的乞丐,不会极度开劳斯来斯的人,却会极度比自己要到更多钱的乞丐。 真实的人性就是如此,大家都是街坊邻居,日常相处了几十年,见证了彼此的成长,了解各自的辛酸苦楚,成长历程。 突然有朝一日,你变得风光,子女变得有出息,丈夫更懂得疼爱自己,越来越荣光缓发,幸福美满。 而与你日常相处的人却在原地踏步,日子依然过得糟心,于是心生极度。 觉得你没有自己身材好,脾气好,难吃苦,凭什么却过得比自己好,与你相处,表面上挂着笑脸,心里面存着算计。 如果哪天你站在了悬崖边,他可能会是第一个推你下去的人,似乎只有你过得没我好,才能显得我没那么曹高。 维持住以往的傲娇心态,连礼日常相处,可以亲近,但要学会低调做人,不要随意炫耀,要有所保留,不能所有的事情全盘拖出。 人常说,人在低谷时,最能看清人心。 其实风光时亦是如此,有句话最能表达大家的心声,你可以优秀。 但不能比我优秀,你可以过得好,但不能比我好,在你春风得意时,给你使绊子的,往往是身边最熟悉的人。 当然不能以拼盖拳,生活和社会中存在这样的人,但不代表都是这样的人,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善良的。 作家善古墓说,有些人,就算你没得罪他,他也会嫉妒你,诋毁你,甚至想毁灭你。 他得不到,你也别想得到,他过得不好,你必须比他更差。 东野归吾在小说《恶意》中,讲了一个令人几倍发凉的故事。 爷爷口修和日高邦雁是发小,两人性格迥异。 爷爷口修胆小内向,缺乏主见。 日高邦雁为人谦和,勇敢正直,上学时,爷爷口修被坏学生霸凌。 日高邦雁总会挺身而出保护他。 多年以后,两人都成了作家,但名气却截然不同。 日高邦雁成了畅销书作家,在文坛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凭借丰厚的稿费,他买了高档别墅,娶了年轻貌昧的妻子。 爷爷口修则岌岌无名,靠写儿童文学虎口,窝居在单人公寓里,还患上了癌症。 而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日高邦雁身上。 他用两年时间伪造了各种日高邦雁霸凌自己, 削窃自己作品的证据,然后在日高邦雁移民前一天将其杀害。 这世界总有一些人,看到别人比自己年少有为,就会心生妒忌,别人的优秀落在他们眼里,都是不可饶恕的罪。 前段时间,那篇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忏悔贴,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发帖人有个朋友,长得比他漂亮,比他上进,家境也比他殷实。 两人在交往的这些年,他始终感觉自己被朋友压了一头,心里很不好受。 当他得知,朋友在研究生考试结束领奖后,仍然在继续答题,便打电话向考试院举报。 取消了朋友的考试成绩,恰恰印证了电影《三傻大闹宝来物》里的那句台词。 你的朋友考试不及格,你感觉很糟,你的朋友考第一,你感觉更糟。 这就是人性的幽暗面,他们允许陌生人发迹,却不能欣喜接受身边人的上升,身边人生活但凡好一点, 他们极度的眼睛就会发红,就会在背后使绊子拉,对方下水,东西西毒里说,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。 只要你尝试过,什么叫极度?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,和颜英一见如故。 张爱玲性格孤僻高冷,颜英为人爽朗,性格互补的两人很快成为归中密友。 香港沦陷时,颜英还曾不顾个人安危,走了很远的路特异,去探望张爱玲。 刚回到上海时,张爱玲的服装造型,都是由颜英设计。 后来张爱玲写出不少筷子人口的作品,迅速走红,成为上海人气超高的女作家。 严英在背后跟朋友吐槽说,你不知道现在童爱玲出去有多讨厌。 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,喊着张爱玲,张爱玲。 就这样,两人出现嫌弃,张爱玲开始有意疏远严英。 后来张爱玲到国外定居,严英给她写了好几封信,信中写道, 我做错了什么?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我? 但张爱玲始终都没有回信,不要害怕任何关系的破裂, 也不要害怕任何人的离去,很多关系的崩塌, 不会对生活造成任何影响,反而会让你过得更好。 复旦大学陈果老师分享过一个小故事, 有段时间,她事业发展得很好, 可有个朋友却看上去没那么开心, 陈果在一次交谈中问他, 我过得好你好像不那么开心, 朋友回答,不不不,我希望你过得好。 紧接着,朋友又补了一句, 但我希望你不要过得比我好。 那次谈话结束,两人渐行渐远, 人活到一定的年龄, 请学会整理自己的圈子, 遇到嫉妒你的人, 无需理会太多,也不要多言一句, 默默离开是最好的方式, 离开错的人,才能遇见对的人。 这个社会划分起来, 就三种人, 第一种,心胸狭隘, 脱有嫉妒的小人, 第二种,感受到个体差异, 心有不甘,却也能坦然接受。 第三种人最让人佩服, 欣赏别人, 乐于成就他人, 彼此优秀, 第一种人要远离, 第二种人只能作为普通朋友, 第三种则是你的贵人。 1925年, 沈从文之身到北京闯荡, 希望在文坛拥有一席之地。 虽然他已经开始在城堡发表文章, 但依然穷困潦倒, 连买报纸的钱都没有。 当时极富文明的林志军先生, 称赞沈从文的文章, 云云军, 修云云是沈从文当时笔名, 是一位天才青年, 他的文章实在动人, 是我写不出来的。 林志军托人从发霉的公寓, 找到沈从文, 推荐沈从文到香山慈悠院图书馆做办事员, 沈从文由此拥有了一份固定工作, 不再为生计发愁的他, 开始全身心投入写作。 此后, 林志军还常在经济上帮助沈从文。 沈从文也一直是林志军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恩人, 真正好的关系, 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更好, 友情的可贵之处, 是互相促进, 彼此成就。 1933年, 巴金先生在筹办文学纪刊时, 急需一些当代作家来为杂志贡稿, 在朋友的建议下, 巴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 上门拜访冰心, 冰心得知后, 爽快答应了邀约, 巴金心存感激。 几年后, 冰心身患疾病, 生活解决, 摆脱巴金帮他出版冰心著作记, 巴金马上放下手头是, 亲比亲为将冰心的作品细心悬编成了三册, 人心换人心, 成全别人, 就是成全自己, 盼望又好, 就是自己好, 往后余生, 离嫉妒你的人远一点, 靠近愿意成全你的人, 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, 他们平庸, 没有天分, 碌碌无为, 于是你的优秀, 你的天赋, 你的善良和幸福, 都是原罪, 人生这么短, 无论是哪种感情, 何等关系, 都要选对的人。 鲁迅曾说, 中国人很多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, 自己没的, 若别人有自己, 就会心生恨, 人心复杂看不穿, 知人知面不知心, 现实生活中, 陌生人很少会嫉妒你, 反而是最熟悉的人, 见不得你好, 所以一定要留心眼, 懂防备, 才不外露, 低调做人, 才能避免嫉妒之人伤害到你。 再度治疾, 才能避免嫉妒险呢? 还会不会被淹凉你的封血? 完成了丁温室, 感觉感觉像度格软, 谁能避免你, 那不会被淹净之人的、 快 000诶 diversity, 我没在你, 你还能使在我, 你已经安捏为那些天赋, 如果把钱都给你,